Where are you from? Ginari China Yes Konkong Shanghai Shanghai 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日本东京 东京的消费有多高呢 我今天就带大家从侧面了解一下 我订的是青年女店男女婚住胶囊房 总共是订了6个晚上 总共是花了2288块钱 平均现在每个晚上是380块人民币 将近400了 我现在就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青年女色的条件 我现在宿舍的位置是青年女色的洗漱层 它是独立的一层楼 这个上面就是专门搞个人卫生的 包括洗澡 刷牙 洗脸 洗头 都是在这个上面 然后也是男女共用的 这边就是可以休息 外面的风景还是可以 有一条小河 前面这里就是男女共用的浴室 它里面是一小间一小间的 单独的 所以隐私的话还是可以的 不过进去的话 男女都可以进去 上面写着男女同用 共用 这个里面的话空间不大 但是隐私做的还蛮好 每一个小隔间都有两层门 也就是属于干湿分离 这外面就是放衣服鞋子 里面那就是洗澡的 这外面还有一个开关啊 就是可以控制这个水的温度 还有紧急呼救 这里面的话就是淋浴 有这个沐浴露和洗发水 还有一个镜子 还相当于是一个穿衣镜 这个里面不大 但是五张俱全 这一边的话 它就是一个隔间一个隔间 里面有好多个隔间 就是同时可以容纳男女 很多个人洗澡 外面走廊上是有长凳可以休息 然后是陆地窗 可以看外面的城市风景 这里也可以买一次性寓意 是200日元一件 相当于19块人民币吧 前面这里还有两个洗衣机和烘干机 可以洗衣服 烘干衣服 都是投币使用的 上面都有教你怎么操作 然后花多少硬币 所以这种青年女店的话 就是可以在这里常住 你洗衣服呀 就是住久了 就可以洗衣服 都挺方便的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 日本的这个卫生 搞得是非常的干净 你看这个窗面几近 没有一点灰尘 然后这个地面呢 都是正量正量的 非常干净 因为现在是早上 有很多人在这边洗头发 我现在是要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住的那个房间 就是在楼下 它这个青年女店区域 都设置得非常清楚 比如第五层是洗衣间 第一层是公共活动间 第二层专门的女生宿舍 第三层男女混住宿舍 就是这样的 非常的清楚 一目了然 我住的三楼是男女混住的 这个楼层外面有一个门 然后有密码 就是说别的楼层的话 不能进入到这个里面来 只有这里面的人才能进去 它这个床位的设置是分为 左右两边上下两层 我是住在左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右边 我特别强对一下 这一个是男女混住的 我怕大家不相信 所以我特地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标志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写着男女混合 现在是早上嘛 很多人都还在睡觉 看对下的鞋子就知道 每个床位都拿着帘子的 我就不过去呢 不打让他们睡觉了 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睡的那个床位 然后在下铺 这旁边有柜子 可以存放衣服 小物件什么的 这两个欧美大汉起的蛮早 我英语很差 所以跟他们聊过来 简单的打个招呼好了 这个下面就是我睡的这个床位 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差不多就是睡一个人的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这个里面的话有两段 我的衣服背包 然后有一些小物品 都摆放在这个里面 我开一下灯 这里面太暗了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样的 然后这个外面就是有一个柜子 柜子上也是有这个锁的 就是每个床铺一个柜子 里面的话放一些衣服 大的行李箱放不下 然后这种一般的背包的话 可以放下两个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个房间里面的厕所 左边是一个紧急避难通道 右边才是厕所 这整个房间里面 都是不能穿自己的鞋进来的 都会有凸鞋 然后厕所里面也有单独的凸鞋 换上凸鞋才能进去 一进来就能看到这一个洗手台 然后有一个大镜子 这个是挺方便的 旁边有这个洗手液 消毒液 还有就是他们专门配备了 芳香剂 干燥剂 还有卫生纸 手指 虽然这是男女混住的房间 但是明显地看得到 这边的厕所 它是分男女的 这边是男厕所 里面那一个是女厕所 我现在再来看一下他们这个马桶 不是有些中国人到日本来买马桶干嘛 它这个装的是卫行力 有冲洗和加热功能 好了 这就是它这个厕所 这两个欧美大汉 焊起来的蛮早 当然我比他们起来的更早 虽然是男女混住的 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女生 他们这个里面有是有啊 就是还在睡觉 没有出来 所以没拍到 这个柜子的话还是可以放东西的 当然出门在外 贵重物品还是要随身携带 这个柜子上面有一个东西 我一开始不知道 后面研究了一下 发现它是一个香猪 可以除臭 他刚才是问我是不是住YouTube 拍视频 我说是的 where are you from Germany Germany China China yes Hong Kong Shanghai Shanghai yeah yeah yeah